由大约2010年开始,科学家觉察到,有个全球性异症,突然而来,又急剧破坏性,源头并不是病毒或者细菌,不过,威胁一样很强。 多亏光线,人类的眼睛,能辨别部的同形状和颜色,光线,穿透眼角膜再穿透瞳孔,然后眼睛的精状体收缩,在眼睛背部的视网膜,造出一个清晰,但倒转的影像,这个影像,精视神经,传送到大脑,大脑加密处理,将影像转正, 当你患上近视,眼球会永久丧失圆球形,变成拉长,眼球,呈椭圆形式变形,会导致近视,继而导致,视觉模糊,当近视的人探远景,视网膜上,再无法形成清晰影像,而视若在,视网膜前面,因为眼球,这部分已比正常远了,因此视网膜传送到, 大脑的影像模糊,大近视的人,看什么都模糊,物件,甚至面孔都难以辨别,不但演技,根本没法做日常生活,有时,情况会严重到,引发急性疾病,甚至,完全失明。 近距离用眼,及时阅读,现代人,看手机或平板电脑的屏幕,都需要眼镜做出不自然的反应,需要更用神来调节。 为求清楚看到远近视物,眼镜需要不停聚焦,晶状体,会做出相应的自然调节,当一见物近,距离眼睛很近,晶状体就会收缩,加厚和调节,这机制,一天进行几千次。 而近视,是由于眼球拉长而形成,某些研究显示,当长时间阅读,或在阅读时,眼球会加长。 虽然很轻微只是几厘米,没有近视的人,他们的眼球没有拉长,或起码只在阅读时才拉长,但有近视的人,他们的眼球,真的可能会渐渐拉长。 统计研究显示,阅读温级与近视之间,真的有关联,牛顿发现太阳的白光,其实是由六个彩色组成,即彩虹的六种颜色,这些颜色光就像多段,而这些光多长度不低,似乎颜色而定,一对眼睛有不同影响,有好有坏。 现在多项研究主力探讨,蓝色的光波。 其实相比室内光线,室外主要是蓝光波,而且比其他光波强烈。 据当劳炉木迪说,蓝光,令眼睛产生某种自然化学反应,保护我们免于患上近视。 光线会刺激较多巴胺的神经调节物质,我想,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瞳孔反应,瞳孔因为这些多巴胺分泌,而产生强烈的收缩。 多巴胺分泌,令一切变得更敏感,对蓝光更敏感,对自身户外更敏感。 不仅大脑会制造出多巴胺这种分子,视网膜也会,它是控制眼镜生长的物质,当眼镜暴露于大量蓝光下,会刺激视网膜,分泌出多巴胺,让瞳孔保持圆形。 相反的,当光线暴露即比较偏红,多巴胺分泌量会下降,令眼球拉长。 多巴胺已被证实,而且可以降低儿童患上近视的机会。 所以你越长时间在室外,就会释出更多多巴胺,就更能减慢你患上近视的机会,而且对儿童很有益处。